上海卖场无论是推车还是手提篮 全都被瓶装饮用水塞得满满满 还有人把水堆成一座小山 另外还有网友捕捉到上海外卖员展现惊人功力 把将近10箱饮用水绑在机车上 从早到晚忙着送货 点开电商网页也是一水难求 上海会掀起疯狂的抢水潮 是因为官方这个讯息 上海市水务局提示 上海长江口自9月初起出现闲潮入侵 本市供水企业持续加强水质监测 科学开展水库运行调度 长江流域遭受60年来最强高温干旱 上游淡水河流量不足 海水就会倒灌进河口 形成盐水入侵现象 从9月开始上海多座水库和水源地 氯化物浓度都出现超标 虽然上海水务局11号紧急发布公告表示 自来水生产正常水质达标 要民众放心 但同时还是要求12号必须执行部分地区停水计划 目前鄱阳湖通江水底面积已经扩大到265平方公里 受了几波冷空气影响 鄱阳湖总算解渴 前一个月湖中知名景点协山可以开车走路前往 现在随着水位上升 游客都得改搭接驳船 TVBS新闻张志明的名称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